来,观战一把路头,呦吼,区区攀在对面呢 呵呵,在那是躲不过,不过这把的话,穷者阵容上面没有薄命啊 呃,这个阵容其实打路头,他们如果不救人 或者前期六的好,压击救人,还蛮好打的 因为这个阵容修机快,钳制能力呢也有 再加上古董上有一定的打架能力 你别说啊,这个阵容除了救人不行之外,其他都还可以 这边打路头,一勾,勾中,第一刀 这波对游差来讲很亏,为什么,这只狗等于说白费了 这只狗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你这只狗咬中的时候,被他勾过来了,打一刀擦刀 擦刀结束,这个狗效果结束,然后下一个勾子带你走了 没了 这个无所谓的,第二勾肯定中 因为这个地方 嗯,一个飞轮,那也行,好吧 你又没有第二只狗,我这边平地跟过来 一刀盖带你走带你走去,一刀给我打 极限距离一勾勾中,还行,还行,还行 嗯,这波的话呢,因为当时中间有非常大的一段空档 我想象当中,这个邮差应该走不了的,但是差了密点点 刚好他交了一个飞轮以后,可以拉进这个点,砸了个板子 但没关系了,极限勾勾到,这边夹子封住密码机 说实话这局已经结束了,穷者来救,就是给两个夹子被一个飞轮换掉 然后这边律师无伤救人 这波穷者的协同打得不错 但是没有用,没有用 就这个局,求生者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没 邮差这边 古董上还交了一棍 算下机子 密码机的话修完三台 这边邮差还能玩一玩 这个点邮差玩一玩,外面的古董商打一打吗 拉拉队员来保 对可以,无论拉拉队员来也好 古董商来也好 外面有两个人 两个人修他们该修的机子 然后这边帮忙掩护 待会儿就一波 我那个老天爷这局不能翻了吧 这波现在邮差有飞轮 他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啊 再加上拉拉队员在旁边 啊,我飞轮,哎好,然后 26,27,28,好了,完了 炸裂,现在这邮差 无所畏惧 打我呀 你打呀 无所欲,无所欲,压了一手起身 这边的话邮差这波也可以啊 够了 密码机够了呀 这边律师 过来补机子 古董商拉拉队员来救人 四人开门战是有了 四人开门战是有了 这个四人开门战对于穷者来讲 嗯,他们应该是没有人能贴门的 因为这边的话需要两个人来救 一个人救不了嘛 古董商过来 落地刀,一刀没打中 两棍扫空,一勾勾中古董商 先抬一个,牵起来打气球刀 封夹子,一夹 牵起来 这边的话拉拉队员给激励 邮差放狗 这只狗其实没什么用啊 这只狗其实留着开门战用啊 这波狗留着还真没什么用 那现在看这边怎么救人了 那得一个人救啊 两个人救 因为机子是压好的 这边是给到了邮差30层 人救下来 所以到邮差倒地 密码机点亮 但这边的话 夹子没了呀 这波感觉路头 打的有点亏啊 这个地压师 这个地压师他没有利用他那波 击倒古董商以后的气球刀 去打一些东西啊 那波的话 击倒那个古董商 立马牵起来打气球刀 好像从 我们上帝视角来看应该是更好的 当然这马的话 穷者这个操作确实给力 这局操作给力呢 跟区区攀没什么关系 对吧 这个律师又没有操作的了 这局赢他纯属是躺赢 不对 他有一勾 他 他挡了一勾好像 勾不下来 他挡了一勾我记得 现在的话 邮差 外面重新起机子 然后拉拉队员拉扯 古董商交自己 路头这边 他得去挂这个古董 然后反手去抓拉拉队员 来保一个平局 哎呦 又是一个飞轮破甲 这把权者飞轮带的也是多 三跑 这把权者飞轮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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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权者飞轮破甲